刚才说起开车的时候,左边的手腕痛,后来右边的手腕痛明显的痛,感觉不正常,所以我就回来了,看到飞碟,飞碟用钩子钩个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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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像掉下了一个扳手,好像掉下了一个扳手。 怎么会有这么软实的攻击呢?因为地球是一个很原始的地方,地球原始,所以地球来工作也有原始,地球上的工作也有原始的方法,因为纬度地,纬度地就要用纬度地的攻击,它现金的攻击对不上位置,空间不同。 才感觉到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外星人在地球上干活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就像外星人在这里用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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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,怎么对也对不到位置上,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。 所以椅子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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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� 他就逃不上,他看到了,但逃不进去,为什么? 在不在同空间里面,他们看到的和我们人类看到的不在同空间里面 所以他还不能做,做不了,所以搞一搞就半水掉机了 就告诉我,求助于我,他说好像不在同空间 首先求助于不在同空间 因为原来他们来寄球的时候都在表面,在表面上飞门下来 现在他们下来做工作的时候发现,在渡场的空间里面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所以他们搞的时候就对不上,对不上位置 所以刚才痛的时候就搬手,搬手,搬手,搬手 就告诉我们,外星人活动的空间和人类不在同空间里面 不在同空间里面,才告诉这个问题 不在同空间里面,确实不在同空间里面 好,好,确实不在同空间里面 好,再见啊